心随意准 触景深情 对我来说 每一次的旅行 最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 和看风景的心情 背着背包的路上 曾经找不到方向 也曾遇见真实的自己 所有磕在骨头上的感动 和落在心头上的回忆 都将成为我再出发的动力 1961年到1980年 这就是在这间监狱里头 被处于死刑最年轻的一个年轻人 把它弄在这个椅子上的时候 用这绳子套住它的脖子 接着就是把这个椅子给踢开 或者是抽开 第一次在国外玩刮刮乐 好 目前看来是都没有相同的 不过不要灰心我们继续往下刮 有别于这一般的高原地形 这里树木长得非常的茂密 而且云雾缭绕 不对 这不是云 这也不是雾 因为这个腌它有一种味道 有一种似曾相似的味道 是一种香味 对 它肉吃得好薄哦 对对对 技术 我可以试试看吗 可以 OK OK 好厉害 丁哲的蜡像我端详了很久 终于确定他不是真的人 那为什么会不确定呢 因为我看到他眼睛 他还可以映射出四周的环境 确实做得栩栩如生 我觉得这蜡像做得非常厉害 包括他手 还有青筋暴露 有没有 还有包括这个手毛 做得真的是超厉害 看到这个卫兵在站岗 旁边我们还看到这个军车 一度以为它是一个某军事单位 其实这是一个博物馆 但是它也不是军事博物馆 它是什么样的博物馆 其实它是监狱博物馆 那早在2006年以前 在这个钢绍里头 站得可是活生生的军人 那这里面呢 关的是哪些人物 多半都是政治犯 就有点像是我们台湾早期的绿岛一样 我们可以看到监狱呢 其实范围非常大 现在呢 我们是在这个入口处 看到这个钢绍 还有这个军车 这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看一看它整个监狱的平面图 其实还蛮大的 待会就要带观众朋友进去 一滩就敬 说到监狱这两个字呢 我相信一般人对它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 那为什么说是熟悉呢 因为这个名词我们大家都听过 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它是做什么用的 那为什么说是陌生呢 这也很简单 因为我们没有在里头生活过 简单来说就是没有被关过 但是监狱呢 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充满想象的地方 那或许也是因为看过很多关于监狱的电影 或者是影集 我们会去想 棺材里头是什么样的感觉 要怎么样成为老大 那甚至啊 我们要怎么样去逃出监狱 诸多的想象 但真的只是想象而已 我并不向往 真的不向往 其实一走进来呢 就看到眼前它有一栋建筑 那它租赢建筑呢 大概是两层楼 那这里是哪里 其实这个就是牢房 那门口写的希尔顿 那其实这个是高级的牢房 有人说这是总统级牢房 为什么 因为据说有总统住过这里头 我们进去看 我们先进到了第一间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六人房 那中间有个牌子 上面有许多人物 算一算一共有六个 那就是有六位 过去的一些政治人物 他们曾经被关在这里 那另外一间呢 它是两人房 那我们可以知道 这应该是 上面有写 他是前总统 曾经住过这边 他有自己活动的一个空间 他还有窗户 他至少可以看到外面 可以享受到阳光 这间比较不一样 因为它里头踩的就是大通铺 他用了很多塑像 模拟当时这些囚犯 在这边生活的一个样貌 那有的会看看报纸 有的喝喝红茶 有的想想家 他在每一张床 上下部这边 他都会贴上这个照片 还有这个一些个人的资料 最主要他们就是记录说 曾经有谁睡在这张床上头 那在当时多半 我们刚刚有分享的 就是多半他 关的都是一些政治犯 那当然还有就是一些 参与革命的人 或者是批评时事的人 那比较特别的部分呢 我刚刚看到 这个 1961年到1980年 这就是在这间监狱里头 被处于死刑 最年轻的一个年轻人 那据说在当时 他参加一场革命的时候 他失手杀死了一名士兵 所以那个时候被捕入狱 最后是被判了死刑 那另外呢 就进到这一间牢房里头 值得看的 就是在最后面的这一面墙 这面墙上呢 留有一些涂鸦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一幅土耳其的国旗 上面有一席发人省思的话 是当时关在这里面的政治犯 他们所留下的 这句话简单来说就是 你可以失掉你的自由 但是不要失去了尊严 因为这里曾经是 囚禁政治犯的监狱 那也让我们仔细去思考 什么叫做政治犯 其实呢我们想了想 得到了一个结论 就是永远都会有当权者 那也会有另外一批 是畅反调的人 当这畅反调的人呢 他维基了当权者的权力 或者利益的时候 他就会被关起来 成了所谓的政治犯 那说到的政治犯呢 通常来说被关进去 都肯定会关很久的时间 甚至呢 他们会在监狱 失去了他们的性命 或者直接判处死刑 随着时间的推营 有些政治犯呢 他也有可能会 嫌疑翻身 成为掌权者 但是这个时候呢 他又会出现 另外一批的政治犯 嗯 我觉得这样子 很不好 我们现在进到这里头呢 它是一个禁闭室 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树像 就是呈现当时 这些管理员 或者是这些狱竹 他们的一个样貌 基本的样貌 那里面呢 会有点暗 为了呈现出当时的那样 一个情景跟氛围 所以他放出来那些声音 就是模拟当时 这些受刑人 他或许 关久了情绪 会有不太稳定 然后会有一些发泄 一些宣泄 以及讲出 一些不开心的话语 为了让人家 就是去想象 可以更深刻的去感受 当时的一些状况 那有些牢房里头呢 他甚至 会有这个塑像 在里头 模拟当时坐牢的一个情况 像这一扇里面 就有一个囚犯在里面 很简单的橙色 它只有一张床 旁边其实它有窗户 它有一扇铁窗 但是它是从外面 把它整个封起来 所以光是透不进来 所以我们知道 当时在单独囚禁 在这个禁闭室里头 他们是碰不着阳光的 我想这种感觉 一定会非常痛 那这个空间要稍微再小一点点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开的这个窗子 它只留着一小点的一个窗口 或许呢 这是更痛苦一点点的 禁闭室 其实刚刚进到这个空间 非常不太舒服 感觉上好像身心灵 整个被禁锢住了 被囚禁住了 尽管我们当然只是一个过客 我们只是经过 但是呢 回想到过去这一段 你还是会觉得有点难受 走出来之后 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希望待会看到东西 不要让我的内心的心情 又太过于沉重 参观到这里呢 有一些心得 想要跟观众朋友来分享 也就是说 当你想要整一个人的时候 最不缺的就是手段 骑者监狱呢 我们或许换一个角度来说 它就是铜墙铁壁 但并不是说真的是用铁壁 只是说它这个用石头砌尘 而且高度非常高 让你差势难飞 那包括在我后面上头呢 它还有一个哨所 随时监控 我们刚刚其实走这个禁闭石 我们说它这个窗户 这外面都用这种黑色的 有的是木头 有的是铁 然后把它整个封住 最主要是让它们 不要见到太多的阳光 但是还是很贴心的 砖几个洞 可能表现好的有洞 表现不太好的 就看这个洞是 它是完全把你给封住 它丝毫不让你有任何一点光线 旁边有很多老照片 橙设就是当时监狱 它过去的一个样貌 那这个比较特别 这个就是脚型台 那听说这脚型台现在还留着 所以我们待会再带观众朋友去找找看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东西呢 其实是已经退役的脚型台 那为什么说是已经退役了呢 就是过去曾经使用过 现在没有再使用 所以在观看的时候呢 或许在心理上会有那么一点点不舒服的感觉 观众朋友可要做好准备了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区块呢 在我正前方这个 这个就是过去执行死刑的地方 那当然我们知道它这个脚型台 制作得非常简单 它用三根木桶架起了一个三角形 在顶端它有一条绳子 绳子下面绑了一个圈 下面有个凳子 那相信观众朋友应该想象这样的画面 就是当时在执行死刑的过程当中 就由这些警卫把这个受刑人 把他弄在这个椅子上的时候 用这绳子套住他的脖子 接着就是把这个椅子给踢开 或者是抽开 一般来说大概四到六分钟会结束 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除此之外我们可以看到在一旁 它有一个名单 这上面就是曾经在这边执行过死刑的 这些死刑犯 那其中包括最年轻的死刑犯 在这里 在1980年的时候 在这边结束了他的生命 那说到死刑这件事情 在2004年的时候 土耳其决定废除死刑 废除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们当时向欧盟靠拢 所以他们在政策上有许多的改革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废除死刑 但是回顾头来仔细地探讨 在2004年之后 土耳其 第一个 治安变差了 第二个 多出了很多贪官无力 那也零零星星地 有许多抗议活动的产生 那因此现在他们政府也在眼里 是不是要恢复死刑 所以我觉得死刑这个议题 真的值得我们细细去探讨 我们今天早上带观众朋友到了国富监点馆 又参观了监狱博物馆 我们想说拉到市中心逛一逛 带观众朋友来感受一下他们的夜生活 那刚刚在大街上你会发觉 哇 车水马龙 而且一旁有很多百货公司 那我这个时候就在想 其实很多人对土耳其的印象 第一个 他有很多世界遗产 有很多清真寺 他有热气球 他有翻红花城 他有棉宝这样的自然景观 但是鲜少人琢磨在他一般都市的生活 其实我觉得我们转换一下心情 我们转换成我们逛首尔 逛东京的感觉 或许在那边找到很多不一样的乐趣 好吧 带观众朋友去看一看 走 哇 在街道上游走 你会发觉看到一滩 感觉很熟悉 平常在台湾我也会做的事情 就是买呱呱乐 那其实我们看到 这个它上面有标这个价钱 譬如说有30块的有50块的 有100块的还有150块 那差别在哪里呢 就是它最高奖金是不一样的 上次的30块它是200万 还有这个50块的它是400万 然后100块的呢它是800万 最高的是150块里拉 然后它的最高得奖的金额是1200万 我看看我身上有多少钱 我有50块 不然买一张50块的好了 那其实呢我觉得大同小异 这应该是我们待会要拿铜摆刮掉的 上面好多钞票 不过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运气怎么样 我们试试看 对它们来说这应该也是工艺彩券之一吧 好我们来试试看 OK Thank you 来我们来刮一下 刮这边 其实我根本不知道它的规则是什么 那反正可以刮的地方 我都全部把它刮开 那最后呢我们就看我们怎么样碰碰运气 说不定会有好运 没有好运也没有关系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体验 就我们好像也是第一次在国外玩刮刮乐 好目前看来是都没有相同的 不过不要灰心我们继续往下刮 好 二十 三十八 OK 下面能刮的都刮好了 我们来刮上面的 上面出现的数字 然后对应下面如果有重复的 就表示中奖 以我的理解应该是这样 好刮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一样的 完全没有一样的 哇 天呐 真的是做工艺了 不好意思 没有 没有 OK 看老板受得超开心的 不然想说如果中 我会分他一点点 没有关系 但我觉得其实是有趣 第一次耶 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它留作敬念 谢谢 谢谢 其实每次进行公路旅行 最喜欢的就是享受 来到休息站 这个一点点的时间 对 尤其长途旅行真的需要 那刚刚其实我们买了咖啡喝 今天天气算是比较冷 大概14度左右 或许观众朋友会问 你来到土耳其 为什么不喝土耳其咖啡 其实我们都有喝过 只是呢 长途跋涉 你开车 对 需要这个脑袋清醒一点 对 那同样呢 是土耳其咖啡大概这么小杯 这个这么大杯 重点是它价格是一样的 当然我们就选择大杯的来喝 那其实呢 我觉得我们从安卡拉出发 我们前往这个开色力 这途中景观变化非常的大 对 好 看到现在这边就是高原地形 阿纳多罗 安纳多利亚 对 安纳多利亚 那安纳多利亚其实我们知道 它这个地方海拔稍微高一点点 因为它是高原地形嘛 对 那天气当然加上它开阔 会舒服许多 或许你会觉得有点冷 但是我是喜欢这种比较凉爽的天气 加上有点太阳晒起来 其实还蛮温暖的 这14度嘛 对 还好 是 说到阿纳多利亚高原 哇 它很厉害 它很像是一座桥梁 横跨了亚洲区跟欧洲大陆 对 然后横跨在整个土耳其的境内 所以不管走在哪 都是在它的范围里头 对 是 你今天话好像有一点少 你会不会觉得 是啊 你怎么怎么这只会说对了 哈哈哈哈 你还没醒吗 不是还是有点累 有点累 对 委屈你 我就说如果你假设开车真的很累 不用客气 我们每个都会开 好的 好不好 好的 回过头再来说说阿纳多利亚高原 那这个是它秋天的颜色吗 对 变成黄色了 嗯嗯嗯 我知道这一带如果是冬天的话 应该是会下雪 对 所以冬天有可能是矮短白雪 对 哇 那春夏应该是绿色的 对 它四季风靡 其实阿纳多利亚这片土壤非常肥沃 种什么长什么 哇 被誉为是充满抹爱的地方 其实它这里有很多很特别的一些物产 譬如说像它也种大麦 种小麦 这么干燥其实应该有葡萄 那对 对对对 所以其实你可以想得到就是在土耳其会有的特产 这一带它其实产很多 最主要是它过去有很多这个熔岩地形 所以它土壤特别的肥沃 其实这个国家还是以农业为主 还是蛮发达的 接下来我们大概还有两个半小时多的路程 辛苦了 哇 我们现在还没有到凯瑟里的那个市中心 我们现在算是在郊区 距离市区大概还有五十公里左右 刚刚哈山呢 说服了我们 说他要带我们来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要吃烤鱼 那当然我们是满心的期待 可是我们这样子一走进来 发觉呢 这景观跟刚刚在路上所看到的景观 是完全不一样的 有别于这一般的高原地形 这里呢 哎 感觉哇 树木长得非常的茂密 而且呢 有没有云雾缭绕 不对 这不是云 这也不是雾 因为呢 这个烟它有一种味道 有一种似曾相似的味道 是一种香味 对我们来说呢 是一种折磨 因为我肚子是有点饿 那我觉得哈山果然是没骗我们 这地方真的很特别 让我们又体验到去感受到 不一样的土耳其 有小糖耶 这个环境真不错哦 当然啊 是 而且我看你好像肚子很饿 肯定啊 赶紧出来 我们还没开始拍 然后你就吃了半尾鱼了 我实在是饿得受不了了 好 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菜色 我们刚刚其实点了很多种鱼 譬如说像尊鱼 对 尊鱼是我的最爱 记得在墨西哥吃过超好吃的 然后还有鲑鱼对不对 而且番茄这个地方是以鱼为主 对 以鱼为主 是 那当然我们还是点了烤肉串 还有那个刚端上来的时候 自自作祥的 烤马铃薯 对对对对 所以这是当地特色美食对不对 对 这个很特别 这个是蘑菇是不是 圆菇 圆菇 哦 OK 然后是用烤的 然后上面用那个焗烤的方式 那蒜头 烤蒜头 这两道菜是一道菜 对 然后烤番茄 这怎么吃 这是圆菇奶酪 嗯 现在我教你怎么吃啊 先拿一个番茄 番茄 哇 放到这儿 里面还满满的汤汁呢 还得拿一颗蒜 蒜头啊 它不用剥对不对 因为它都烤过了 对 烤过了 我们自己剥 哦 还是要剥 对 不能吃皮啊对吧 啊 吃皮 对对 这个放到这里 然后把这个 蒜头也把它弄掉 然后青椒 所以它不要全 不要一整条 它就切一小块 对 一小块就行了 啊 放一块 然后呢 圆菇 对这个圆菇拿一个 嗯 然后把它夹叠在一块 拿一口吞 嗯 算了 太棒了 学会了 好 要吃鱼了 老子 我好 我好 啦 这个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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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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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个美妙的早晨 这个早晨呢 我们在开瑟利这座城市苏醒 那其实呢 在早上的时候 由于今天并不是假日 今天是平常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人来人往的 大家都赶着上班 我们现在其实是在市中心的位置 而市中心的位置呢 两样最醒目的 标的性的建筑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我背后的清真寺 以及我正前方的城墙 说到这座清真寺呢 哇 非常了不起哦 它算是这座城市的Urujami 就是最大的清真寺 然后呢 这清真寺呢 有个名字我觉得蛮有趣的 叫做两门清真寺 后来刚刚数了一下 确实它有正门跟侧门 它的的确确是两个门 所以它因此命名 我觉得非常可爱 那说到这个城墙呢 跟这个城堡 其实它历史悠久 它最早是建立在13世纪初 是塞尔柱帝国的苏丹所建的 那比较特别的是 你会发觉 它城墙用的这个石头颜色 比较深 因为最主要它取材是取这个火山岩 也是玄武岩来建 格外的坚固 跟其他城市一样呢 在清真寺的周围 它有很多的把炸 非常值得我们去寻宝 一看究竟 走 在清真寺的旁边 在城墙的边上 那这是一道非常特别的风景 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鸽子 而且呢 哇 当地政府他们非常用心 包括在城墙边上 他们还树立了几个杆子 杆子上面呢 还有一间一间一间的小房子 最主要就是要让这些鸽子 可以在这里栖息 那其实呢 我刚刚观察了一下 来来往往的这些人呢 他们在上班的途中 或者经过这边 他们就会习惯性的 带上一些小小的一些饲料 OK Thank you 哇 怎么这么好 Thanks 然后他们就会不惜来这边 喂这些鸽子了 可以充分地感受到 他们爱动物的这种心 土耳其 真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动物天堂 我刚刚还在想啊 怎么突然大江又出现了 后来呢 先生吸一口气 我知道 我意识到这个地方有食物 而且应该是好吃的食物 对 其实刚刚我们逛了一下巴萨 我觉得这条鸽很特别 它一整条鸽 好几家店铺全部在卖一样东西 香肠 这边为什么这么多香肠 气候的关系吧 好保存嘛 所以就 干燥对不对 对对对 气候干燥 它香肠它大概是用什么样的肉 牛肉 羊肉 鸡肉 它用牛肉 牛肉啊 但是虽然用牛肉吧 它还有一些条件 就是说两岁以上 五岁以下的牛肉 而且是牛背的肉 这么讲 对对对 味道比较好嘛 我记得刘二在《老残游记》当中 有叙述这么一段 家家泉水 户户垂扬 来形容当时的济南府 来到开瑟利呢 我确实有一种感觉 就是家家腌肉 户户香肠 当然这是玩笑话 但是这情况确实如此 因为开瑟利呢 可以说是土耳其最爱吃腌肉 以及香肠的地方 我们进到这家店呢 它有它的腌肉 那也有很多的香肠 对对对 那刚刚其实老板一开始 我们进来他非常热情 不但给我们做介绍 那我们之前呢 有听说 有人把这个腌肉跟香肠 誉为是开瑟利的黄金 对 是真的 甚至结婚的时候 好像新郎新娘还要挂香肠 然后带着这个腌肉 要给新郎挂上它 代表刚刚这个 它堪比黄金嘛 因为价格贵 所以新郎结婚的时候 他们会把这个香肠挂到哪个 这个 就是这个情况 所以新郎当初 他们娶新娘的时候 就是要这样子 婚礼的时候 必备的 表示就跟带了黄金似的 对 必备的 结果人家是穿金带银 也不说每家 就说有那个身份 地位的时候 有钱 富豪 他们会这么做 一般老百姓 还达不到这个程度 所以人家穿金带银 我们是带香肠 可以试试看 对 它肉切得好薄哦 对对对 技术 我可以试试看吗 那可以 先拿着 老板在教你怎么磨刀 你怎么磨刀 OK 好了 这是要磨刀磨刀磨刀 然后切 切这是什么 腌肉 对 一切一刀 OK 这个固定在这边 然后这样子切下去 非常好 慢慢地把它划过去 对 好 好 来 大姜嘴巴来 我不吃 来 强迫吃 刚刚跟老板稍微聊了一下 你会发觉其实腌肉跟香肠 它的价格好一点的 大概是700里 和台币不到1000块钱 严格说起来 其实并不算贵 那前面我们跟观众朋友分享 过去当地人结婚的时候 习惯在身上挂上香肠 带上腌肉 代表的是什么 身份跟地位的象征 现在当然结婚的时候 一样会挂上香肠 带上腌肉 但是不像是以前 是身份的象征 而是彰显当地特色文化的一种行为 所以我们现在走的这条 它很像是干果市场 对 而且有很多熟悉的东西 譬如说像中亚西亚一带 很多杏桃 番茄干 葡萄干 葡萄干 当地的特产 对 因为干燥 易于保存 对 把它做成果干 其实我很喜欢果干的味道 它把水分抽干之后 它留下的那个甜分 是它最原始的甜分 对 另外这个东西是什么 茄子 这是茄子 对 它把它里面掏空以后 晒干 是这样的 这个是辣椒 是 这个呢 这个是葫芦 葫芦啊 我以为是那种干豆皮 颜色很像 那这个呢 那也是茄子 干茄子 它切成丝对不对 这是切成片 这是切成丝的 那当然这是辣椒 那这个也是 就是那种大的那种红色的 对 很像灯笼那种辣椒的那种 糖椒 红椒 对 红色的糖椒 所以你说这个东西做什么 这个呢 都是在里面放那个米饭以后 蒸着吃就跟那个 类似于日本的那个 酥脂一样的那个感觉 是 所以它其实就是 为了让它可以保存比较久 对 它先把它晒干 对 或者是风干 那之后在做料理的时候 再可以拿出来运用 它这样可以保存很久 对 对 酥脂保存 哦 哇 哇 它们真的很热情 你看 它告诉我们说 这个东西它可以做成这样的料理 对 这都是当地特色料理 对 它是青椒里面 然后是放这个米饭 重点是外面还有就是 这样食材的一种香味 对 好 那我们吃得到吗 我保证你走日前让你知道 太棒了 梅尔兴呢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座城市 它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号 有人称它为地中海明珠 最主要就是它是东地中海 同时它也是土耳其最大的港口 那从以前到现在呢 它一直是一个贸易海港城市 当然它战略位置也非常的重要 在波安战争的时候 美军就把这边当作是他们的驻扎地 除此之外 许多游客都喜欢来到这 最主要就是它海岸线非常的长 有321公里 包括它还有非常漂亮的沙滩 所以不管是本地人或者是观光客 都把这边当作是他们的避暑圣地 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 就是许多人来到梅尔兴必游的景点 那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景点呢 它是一座海上城堡 这个城堡叫做女儿城堡 那关于这个城堡的传说呢 有此一说 据说过去有一位国王 他有一位女儿 他非常疼她的女儿 而这个女儿也非常孝顺 有一天有个命理师就到皇宫来 结果看到这公主的首相的时候 他突然面色凝重 而且不敢多说什么 那时候国王就察觉有意 于是就命令他说出来 后来他就坦白地说 公主在16岁之前 会被毒蛇给咬死 国王那时候听了非常非常的紧张 他就在这个海中间 盖了一座城堡 希望可以借由海洋跟城墙 来阻绝毒蛇对公主的威胁 于是公主就平安顺利地 在这个海上城堡度过他16岁的生日 他的父亲非常的得意 非常开心 觉得他自己的妙计灵验了 于是他就从皇宫 送了一堆礼品到这海上城堡去 正当公主打开他其中一个礼盒的时候 那里面是盛装了许多的无花果 但没想到从无花果中 窜出了一条毒蛇 还咬了他一口 最终他还是躲不过命运的安排 在海上城堡的对面 在陆地上另外有一座规模较大的城堡 他现在已经成了废墟 还没有经过整顿 这是国王城堡 像我们这次来到那个美尔新 我发现他们有个料理叫 我跟他处理肉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 他不是用烤的 他几乎可以说是用炒的 那其实我现在看到你 我觉得你的眼神 有一点渴望 对吃有某一种欲望 但是又不得不听我说 然后导致有那么一点点痛苦 没有 没关系 你可以继续吃 我继续讲我的 反正我常常讲话 我的习惯没有观众 我都还可以继续讲 好 那其实我觉得 最特别的部分就是 他把那个肉 先炒好放在旁边 那我刚刚观察了一下 其实他并没有过多的调味 它是当你点了 你要鸡肉或者是牛肉的时候 他大盘中间 他有一个凹槽 重新炒过 他可能加了很多调味料 譬如说这样辣椒 加一些番茄 但是最后有一个动作让我非常的惊艳 他竟然把这个饼皮 右手拿过去抹了几圈 然后里面满满就吸附它原来肉的汤汁 它不会这么的干 它肯定是带一点湿润感 对 觉得这个好吃 我刚刚看到旁边附上这个 这个是不是要加 这个是它的灵魂所在 对 那Taguni其实有两种 我们刚刚看到的真的是饼皮是一种 它另外一种它很像那种面包 它把它剖成一半 同样那面包我拿去稍微抹过 吸附了那个汤汁之后再夹肉 对 好 你可以吃了 你也可以吃 我也来试试看 对 柠檬 要放点柠檬 好 等一下 吃点 我发现有那么挤啊 八层都喷到我自己身上 怎么样 可以 味道好味 对 首先它大概包了两块饼皮 然后后这一块呢 它一共大概会有八层左右 对 然后中间是肉的部分 那肉的份量是非常足的 它吃起来 但咬合起来会非常有层次感 因为有八层面皮 那刚刚我们有说啊 它为什么要去吸附 这样的一个动作 最主要就是让它饼皮 不要太干 对 就等于说呢 它每一层 都有吸附一小层的这个汤汁 所以里面保有那种 有点珠奇的感觉 我真的觉得非常好吃 这真的是当地才有的特色 只有在美丽兴吃得到 牛肉好吃 肉也可以啊 我不喜欢鸡的牛肉 我偏喜欢牛肉 填饱肚子之后呢 我们继续啊 一路往东走 我们要前往嘉际安泰埔 没想到这路啊 才走了一半 我们又下车了 哇 满桌子的菜 非常的丰盛 这一餐 好这是很特别的 对 我们先说说这个城市好了 阿达纳是南方的一个沿海的城市 我们刚经过的时候呢 诶 有人又建议我们说 一定要进来走一走啊 对 告诉我们为什么 因为我发现 你们一直都喜欢吃烤肉 正巧阿达纳的烤肉 非常非常出名 是 所以我就想带你们来 再尝尝这里的烤肉 尤其阿达纳的烤肉啊 最近也非常的红 对 之前那个奥斯塔上面 他们的艳客的菜单上 它有一道就是阿达纳的烤肉 因为刚刚你在跟我讲 这个地名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 就连想到 我就说哇塞 没想到我们可以在当地吃到 那这个地方啊 其实我觉得它烤肉超讲究 我刚进去看了 是它厨房吗 切菜的切菜 滚那个面皮的面皮 好 然后另外还有这个烤肉的 尤其我跟你讲 它烤肉好讲究 在一面看我就觉得 口水快滴出来了 对 垂涎三尺这样子 您帮我们点了什么 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里面我这是点了一个混合的嘛 因为搭配我想 你让你所有的都尝一下 有鸡肉呀 然后牛肉的串呀 对 然后鸡翅 还有这个羊肉混的那个 羊馅弄的那种口肉 还有一些蔬菜呀 这些东西搭配的 还有这些 他们的沙拉特色呀 这些东西 我好像记得是 他们的吃法就是要用这个饼皮 然后可以包着肉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可以选择一些馅料加在一起 然后后再快吃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 阿达纳它烤肉有个特色 它保证也是满桌子都是菜 对一桌菜 而且我看到他们用量 有个食材用量特别多 第一个就是番茄 对 另外一个就是洋葱 我觉得他们用这个食材用的很厉害 对 刚好这两个东西都是我喜欢的 可以啊 难得你没有先吃 那我在等你啊 是啊 来来 我们先尝尝看 好的 好的 那我刚刚看到他们那个串烧 真的很厉害 我们先尝尝这一个 哎呦 喵喵你跑上来了 大家走 这是我们昨天入住的一个民宿 那这个民宿非常特别 昨天这样一路走过来 然后从外观看起来 我就觉得哇天哪 蛮惊艳的 一开始我以为它是一个驿站 那也一度怀疑它是不是 一个小小的城堡 然后大门走进来 那时候就看到这个民宿 这个房子这个建筑年代久远 它是在1755年时候建 距今已经超过260年了 这老房子住起来 这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一走进来你会发觉 它这里所有的建材 多半都采用的是石头 而且呢 是非常扎实的石头 我们昨天呢 跟老板稍微聊了一下 老板打趣地告诉我 他说他每一天睡眠时间 大概都五个小时 那每天起来呢 精神都特别的好 我们就问他说为什么 他就告诉我们说 因为这里大量用了这种食材 据说在这里睡觉 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下 休息的话 这石头会把我们身体一些 不好的一些元素 全部都抽离 所以每天精神都很好 果然今天来的时候 起床的时候就发觉 天啊 身彩奕奕 虽然昨天睡的大概六个小时多左右 因为老板呢 他很用心在布置每一个角落 他把不同年代的一些老物件 全部都是无为何的装饰 在这其中 所以呢可以说在这个环境里面 是一步一景 看到什么都觉得 哇天啊 很新鲜 那包括那个门旁边呢 它甚至还有一个老老的古井 那古井呢很小 就刚好是一个水桶 可以下去取水的一个范围 我觉得很有意思 真的很棒 很舒服 那我们现在呢 来吃早餐了 早啊 早啊 哇 太棒了 吃早餐 这是我来到土耳其 最期待的一刻 每天最幸福的一刻 早餐时间 而且今天我们在这个老房子 这儿玩安全露天的 我觉得这房子很妙耶 在外面呢 很奇怪 晒太阳会热 一走进来这个空间 非常凉爽 非常爽 哇 真是石头屋的魅力 对啊 我们离开了阿达纳呢 是往东北走 我们终于来到了 佳济安泰埔 简单介绍一下这座城市 首先我们知道 它是土耳其第六大城 它人口达到了130万 像是在我的背后呢 它原本是一座城堡 那这城堡呢 最早是罗马人所盖的 那后来呢 我们知道在2023年的时候 发生了锅膜7.8的墙震 当时呢 佳济安泰埔这里呢 它也算是一个重灾区 本来呢 这个城墙是非常非常的完整 但是呢 你会发觉这上头攀了好几块 对我们看到现在有许多工人正在修缮 我相信假以时日 它肯定还能恢复它过去原有的荣景 和其他城堡一样 佳济安泰埔的这个城堡 它周围也有很多的市集 但是很不一样的部分呢 是在于它有一个市集呢 非常的纯 为什么说它很纯呢 因为一般市集啊 他们是什么都卖 但是呢 在这个市集里头 有超过九成的商家 只卖铜器 观众没有看到这或许已经猜到 我们接下来的内容是什么 哇 果然逛街货比三家不吃亏 这是我逛的大概第八家店 而且呢 我发觉啊 它的做工 很厉害 那老板还在外面招呼客人 我先自己进来逛 那其实我真的蛮想到 就是买一个煮咖啡的器皿 在这里在这里 看到了看到了 这好漂亮喔 它不单单只有铜原本的颜色 甚至它还漆上了银漆 感觉它的变化更丰富 其实说到铜器 最早使用铜器 我记得好像是在新石器时代 那后来在古希腊时代的时候 它把铜器发挥得淋漓尽致 从日常用品用到一些装饰品 那当然后来土耳其 沿用了这样的一个技术 它也不断不断地发展跟进步 现在的铜器使用是非常的生活化 包括我们在街上所看到的土耳其咖啡 肯定需要它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来到这边 买一个这样的一个纪念品 应该还蛮具代表性的 但是其实我有点想要买土耳其 但是我记得第一次来的时候 我曾经买过一个 好漂亮 怎么办 选择困难 这边也有 这边好多喔 其实这个 这种质感我也蛮喜欢的 相对来说它是比较厚实一些些 然后敲的这个纹路很简单 我们这样看过去 它就是完全是手打的 虽然这个感觉上雕工精致 但是我比较喜欢这种 简单化一点的 所以我把这个挂回去 你要知道男人都是善变的 所以看到一个就觉得 这个好像更好 然后这个也不错 如果是铜制品的话 我会比较偏向于 喜欢它原本的颜色 还是买这个好了 有个东西也蛮有趣的 铜制的马克杯 这个也不赖 怎么办 我觉得我现在应该先去找老板 然后来谈一下价钱 但是找老板呢 我发觉我要先拿一样东西 在这边 找老板 Erik 你去医院 不不不不 400元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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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元 好 谢谢 好了 杀价了 杀价成功 你就说四百块 其实我也不好意思 那个杀太多 因为你看一看 其实老板自己手空制作 他自己敲敲打打敲出来的 而且我们刚刚沿途看到很多师傅 他们在修缮 或者在制作 其实过程非常的辛苦 那我觉得也不要杀价杀太多 我觉得这个价钱非常合理 其实刚刚如果是五百块 我也是会买啦 对 但是他算我们四百块 所以还是蛮开心的 我们来到这儿一定要尝尝 在诱发拉底河 长大的鱼 究竟是什么样的滋味 历史堆叠的味道 然后有三百祖古文明的味道 有人说这圣鱼池里面的鱼呢 是最幸福的 因为呢 它非常的神圣 不可以捕捞也不可以吃 如果不小心吃到它 这眼睛会瞎掉 根据卫星的探勘 大概有二十座的巨石镇 都还没有开挖 因为它发掘出来这个真相 颠覆我们过去对历史既定的印象